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 这个狙辣妈炫耗命人不仅是段位赛半率第一的忍者 还是段位赛胜率第二的一个忍者 也就是说这个忍者一旦放出来 他的胜率就极高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目前这个狙辣妈炫耗命人的一个实战效果 对面这个是百号鹰 一个技能拉开身位 骗出他的通灵 他说这是个霸体秘卷 随着门过去引出霸体 一个秘卷再破掉 这个忍者在战家后没多久 就一直在段位赛班位里面待着 所以说他对于我来说的话 段位赛里相当于不存在 因为我在碰到几次以后 就觉得这个忍者几乎没办法反制 你也找不到一些明显的缺点 或者是明显的后摇 他在空中的时候都可以顶出东西的 这边一个技能拉牵手 快速再拉一步上岸 他手里还有一个斗 看他会不会提升 继续普攻稍微衔接一下 他这个普攻非常灵活 可以各种位移 而且普攻中间这个抓取的话 优先级也比较高 碰到一些位移过来的技能 可能会直接用普攻抓到 提升后看着位置 一个组合技把他带走 来看第二忍者会吐长门 开几天赌他的技能 这个位置丢一个螺旋收取剑 他用风树心顶过去了 那这个时候还有一个秘卷 提升后过去用普攻拿先手 他手里只有一个通灵 所以说看他放不放 二技能拉开 然后过去丢个通灵 对两个人都交过熊猫 但是我手里一个秘卷 他预防我会放秘卷 所以说风树心顶了一手 那我再丢一个螺旋收取剑 过去拿到先手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纠狼门效果命中有多灵活 而会吐长门的话 几乎没有位移效果 只有那个吸魂术 有一定的位移 但你拿到先手的话 就比较困难 继续普攻 他提升出来了 我们快速提升 引个风树吸引 这个位置丢个螺旋收取剑 他想为阎王保护一下自己 但很可惜 我这个位置二技能 可以再扫起来 他手里还有一个 兽机释放的秘卷 但碰到九老猫 希望命中这么灵活的普攻的话 很难拿到先手的 我们来看 最爱上一个先名 他估计开始会交秘卷 我们这个位置刚好 二技能过去拿了先手 然后普攻反向再骗一下 他手里还有一个技能 我们贴身过去 绕到他身后 一个技能拿先手 好 两个技能全交 这一波节奏拿到 对面很难翻盘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